就是他们把一对情侣党 仲介去柬埔寨工作 现在被警方揪了出来 照片中的男子手终起来受伤流浓 讯息里面写着 这是被手铐 铐到流血现在流浓 台湾的家属收到讯息 才发现原来他们去柬埔寨工作 却遭到囚禁 甚至还被对方恐吓说要 强摘器官 一男一女 诈骗集团分工很细 台湾有人帮忙仲介 柬埔寨也有人接应 而警方抓到的成员 其实大多不知道飞过去之后 做的是什么工作 只知道把人送上飞机 就能拿钱 有办法跟柬埔寨的对口 取得说我今天人要过去 我要去酬拥 集团成员之间彼此很可能不认识 为的就是要制造断点 而且就算有人被抓 还是可以继续运作 现在警方强力宣导 加强扫荡 要把人蛇集团一个一个揪出来 华视新闻刘宜君林志成郑又谦 今天基隆报道